中山庄是以孙中山先生 英明的一款男士套装 我叫高丽明 是北京洪都计商公司的 英明中山庄高级技师 我那个是80年底 从部队复员来到洪都的 上下班有人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我就情不自禁地扭过头去 就看一眼天安门广场 悬挂的毛崎的画像 那就是我师父当年给他设计的中山庄 前面四个贴带 就是预设着礼仪廉持 前面五离寇是代表着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试 监察 你像这一款的服装 就是我们根据当时毛区的尺寸 复制了一些上衣 它这个领子就是加宽 就是根据这个主席的这些脸型 它是想匹配的 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大概是从90年91年的时候 基本上就跟着田时候呢 就出入中山海 我第一次单独给领导量体的时候 手啊 都是有点哆嗦 量一遍呢 往里再量一遍 一长76 肩宽47 春天雷比去年胖了吧 嗯 头发也变白了 头发 是吗 白了点 在量体的过程当中呢 除了这个手中的一把尺子 心里呢 也有一把尺子 用眼睛来观察客人的这个容貌体态 还有穿衣习惯 随着时间的长短呢 在工作当中啊 自己呢 总结了一些经验 就是观 计 画 视 差 五个方面 这把尺子呢 跟了我将近四十年 工作起来呢 也比较顺手 它那个 这个下面的库中线 又跟上面的库中线 要给它对齐了 要注意纸 像外国来访一会儿一些元首 来的时候呢 就像做了一种礼品的送给它 这比西服好多了 这属于国服吗 好 2012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国家的住这个 马尔他新任大使嘛 他要递交国书 当时呢 这总统呢 看到这个大使啊 称着这个朱山庄啊 特别的喜欢 当时这个蔡大使呢 就把这个意思啊 就传达给我们了 我们当时呢 就特别的高兴 但是呢 我们又没有见过这个本人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是通过这个照片 跟着资料 来查阅一下 这个总统的这个身材 完了通过这个目测的情况下呢 当时啊 就是按照这尺寸 给他制作了一套这个 中山庄 结果我们到了 马尔查总统府的时候啊 当时我就给他 把这中山庄穿着以后啊 哎 他觉得 非常可体 但是特别特别的高兴 你看这些就是 我为那中外领导人 制装的照片 这是俄罗斯 驻中国大使 这个是斯里兰卡 驻中国大使 他穿起来以后 特别高兴 也特别喜欢 这个是斯里兰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